你好,今天这个短片我们要告诉你一个最新的一个模式 然后这个模式怎么样可以帮助你在全球很多不同的城市 拥有一些很不错的一些房产 并且呢,这些房产可以帮你就是带来永续自动的收入 每个月会有这个譬如说租金啊,或者各种一些收入 那很多人呢,可能都会蛮希望说可以在全球拥有很不错的一些房产 在全球一些不同城市,然后拥有一些不同类型的一些房产 比如说像condo,或者是apartment,或者说是那个商业大楼 或者说是一些什么商店,或者hotel 那如果说你想拥有在全球不同的一些很不错的一些城市的一些房产 这个是需要不少资金的嘛 那你如果说没有那么多资金 那到底怎么样可以开始让你在不同城市拥有房产 并且让这些房产帮你创造永续自动的收入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告诉你的 然后当然房产也包含像hotel,对不对 那hotel的方式呢,你当然是可以 比如说买一栋,买一个hotel,或者说像比如说trump 一个很有名的房产大亨trump trump他的一些大楼呢,一些hotel 他其实也都有一间一间的房间出卖 OK,比如说像这个,这个房间目前卖差不多100万美金 这个是在纽约 一个trump的一个solo,solohotel 那或者说你也可以去买这种一整个hotel OK,一个小小的或者是中型的hotel 那你也可以去买一些商店来出租 那所以房产的类型跟模式有很多 或者你可以买这种海边的这种apartment出租 OK,那所以首先呢,你需要资金嘛,对不对 那第二个呢,你如果说想要开始在全球拥有房产 你需要有一些专业的经验 然后你需要有区域的了解 比如说你今天如果想投资像比如说像马来西亚 对不对,那你想投资马来西亚或者是纽约 如果你对马来西亚的房产这个市场不是那么了解 那你可能就是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做研究 否则的话你可能会买错地区 然后可能会买错一些项目,对不对 所以你需要有专业的经验跟区域的了解 那如果说你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去研究 你也没有那么多经验 然后你对很多全球的一些区域可能也不是那么了解 那怎么办呢 我们跟很多全球的一些地产的专家合作 过去这几年我们公司在全球有蛮多的会员嘛 我们公司有一百多万个会员 所以呢 我们认识了不少会员是那个做房产的 然后比如说像我跟这个Rob Allen Rob Allen他对房产投资有很多经验嘛 他这一生买过至少几千栋几千户这个各种大大小小房产 也包含hotel什么的 所以他对房产有非常非常 非常多年非常深入的研究跟经验 然后像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会员 他在加州美国加州有很多年的经验 而且他自己有这个博客 博客house跟这个培训的公司 所以还有像Robert Kiyosaki 他的一些顾问 像这个是Robert Kiyosaki的顾问 他们也是买大量的房产 那我们也是有跟他们合作 然后像这个人呢 他是在马来西亚有很多房产的经验 然后像这一位呢 是我们澳洲的一个会员 他在澳洲当这个real estate agent 已经非常多年 所以他对澳洲市场非常了解 所以呢 如果说你想开始在全球拥有很多房产 你可能没有那么多经验 然后也没有那么多研究 那可能就会买错地方 那如果说你可以让这些 就是让这些这么有经验的 这些全球各地的一些专家 他们对不同的房产市场 对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地区都有比较深入了解 像他们每个人有对不同地区 不同国家的一些房产市场 有深入了解 那我们合作团队也不是只有这些 我们合作团队有好几十个 然后每个人对不同地区有深入了解 OK 然后呢 如果说你想开始在全球拥有很多 拥有很多房产 这个当然是有很多好处 因为每一个城市 每一个国家 然后每个地区的这个房产的投资 报酬率可能都不一样 那如果说你只投资在 在一个 你只投资在某一个城市 那这个城市的投资报酬率 可能不是最高的 那如果说我们可以从全球 来找一些投资报酬率最高 然后接下来可能 接下来几年 会成长最多 你知道 就是增值最高的一些 一些地区来投资的话 那这样子你的回报 当然是最多嘛 那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们很重视在全球 在全球很多地方 找这个房产投资 OK 那如果说你想在全球投资的话 你需要花很多时间来做 分析报酬 来做这个研究报告 OK 那如果说你没有时间的话 我们有专业的团队 专门在做这件事情 我们花很多时间在研究 全球的一些不同地区 不同国家不同城市 不同城市的一些房产 然后房产的一些市场 那接下来几年 会成长多少 然后会增值多少 所以这个是我们 有专业团队在做 你如果没有时间的话呢 你就可以让我们来帮你做这件事情 OK 那所以我现在要来给你 我现在要给你一个很棒的一个方案 那这个方案呢 如果说你缺乏资金 你没有那么多钱 可以在全球做投资 或者你没有那么多的经验 或者你没有对 你对全球的一些不同地区 不同国家 没有那么深入的了解 然后你也没有时间去做研究报告的话 做研究分析的话 那你可以 你可以利用这个 我们的全球的房产众筹的这个方案 立刻参与 这个全球房产投资的 的获利 OK 那我现在给你看一下 这个 我现在讲的这个方案 如果说你去818.com OK 818.com 这个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平台 那818.com 你可以去看这个更多热门推荐 在818.com这边呢 你会看到我们有一些 全球房产的一些 众筹的方案 那比如说这边有一个 澳洲 墨尔本 Penthouse 房产众筹 OK 那这个房产众筹的方案呢 这个 这个众筹 我们是专门投资澳洲墨尔本 OK 那当然 你如果对其他城市 其他国家 感兴趣 我们也是有全球的 那 我们有一些专门的众筹 是专门选某个城市 某个区域 OK 那比如说 像我们发现 澳洲墨尔本 的这个水井 水井房 这个成长很不错 投资报酬率很不错 所以呢 我们有一个众筹是专门投资这一块 OK 那我们目前已经有好几套这个 在澳洲墨尔本 水井的这个 这个房产 还有这个Penthouse 那如果说 你现在想立刻参与这个 这个投资报酬 开始立刻参与 每个月就开始可以有 有这个分红 可以拿到租金 那你可以考虑加入这个澳洲墨尔本 水井的这个房产众筹 OK 那目前这个方案呢 你只需要5000美金 就可以立刻参与 那你立刻参与 我们你 一旦参与 我们立刻会跟你 分享这个租金的报酬 OK 你马上就可以开始 赚到这个每个月 我们租出去 赚到的这个租金 OK 所以这个是澳洲墨尔本 水井的房产众筹 这个是专注于在澳洲墨尔本 在墨尔本 在这个Darklands Darklands就是在墨尔本 在墨尔本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区域 然后投资报酬很不错的一个区域 OK 那这个区域呢 住了不少有钱人 然后他们 或者是一些年轻的一些专业人士 他们的收入很不错 然后他们也愿意付很不错的租金 来住在这边 OK 所以呢 你如果参与这个房产众筹 你立刻可以参与这个 我们的每个月的租金的收入 OK 那你如果说 对这个澳洲墨尔本这个区块没有兴趣 那你也可以参与我们全球的众筹 那这个全球众筹基金呢 我们是在全球找一些投资报酬率最高的一些地方 如果说你自己投资房产 你一年的投资报酬率如果说有5%就已经算很不错了 OK 可是我们这个常常都可以一年的达到超过10% 所以你立刻 如果说你立刻想在全球拥有房产 那你就可以考虑参加我们的88全球房产众筹基金 那我们这个是在全球很多不同的地方购买房产 然后每个月的租金你都可以参与 OK 每个月的收入你都可以参与 那这个每个月的收入会跑到哪里去呢 每个月的收入 你一旦加入这个众筹方案 你就会在你的这个88的后台 看到就是你每个月的众筹的收益可以赚多少 OK 你马上就可以看到 你每个月就可以开始领钱 OK 我们的租金 我们给你报告 就是说你投入的 你可以投入5000美金或更多 OK 那你投入的这个钱 占有我们的这些房产几个percent 然后这个收入 你就可以占有几个percent 对不对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报告 我们每个月会给你报告 那一旦你加入这个全球房产众筹 不管说 不管你是加入我们刚才这个 墨本这个房产众筹这个项目 不管你是加入墨本的房产众筹 或者你是加入我们的全球房产众筹 那你会拿到一个产权的合约 然后这个产权合约会告诉你说 你拥有多少个percent 然后你每个月可以拿到多少个percent的这个 收入的分红 OK 收入的这个收益 OK 然后每个月我们会根据你的拥有的产权的百分比 然后把你的这个收益 直接打入你的这个账号 那你这个账号你当然就是 你这个钱可以透过paypal或者支付宝拿走 OK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全球房产众筹的这个方案 那就算你没有很多资金 你也可以立刻参与 OK 那如果说你决定说参与我们的澳洲墨本水井的房产众筹方案 或者我们的全球房产众筹方案 我们目前呢 会送你我们818的这个日赚1000美金计划 那这个日赚1000美金计划是 我们818目前一个非常非常受欢迎的一个计划 OK 那这个日赚1000美金计划你会拿到什么呢 日赚1000美金计划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方案 在818这边 我们会帮助你每天开始赚1000美金嘛 那这1000美金怎么赚 我今天这个短片就先不介绍 因为我们有很多其他的很详细的短的视频跟短片来介绍 为什么你可以每天透过818赚几百甚至1000美金 OK 那在818这边有很多种赚钱收入的模式 那这个1000美金就是透过我们818跟Media8的所有的这些不同的收入模式来赚取 OK 那所以我们会送你这个方案 那这个方案呢 目前是卖2000美金 OK 所以你如果现在加入这个我们的全球房产众筹 我会送你这个2000美金这个方案 那这2000美金方案你会得到很多的工具啦 還有一些培训啦 然后教你每天开始赚钱 透过我们818还有像我们的Media8 OK 这个Media8就是我们公司的一个一个传媒 那你可以利用Media8赚不少钱 OK 你可以利用88跟Media8赚不少钱 所以这个日赚1000美金计划呢就送给你 那你如果参与这个日赚1000美金计划 你开始每天赚钱 你当然接下来就可以继续的把你的这些收入 再投入这个房产众筹 这个是你的选择 你可以选择投入这个房产众筹或者不投入 OK 那你如果接下来赚越来越多钱 把钱投入房产众筹 那你拥有的这个全球房产 我们在全球的这些房产的这个资产 产权的百分比当然会越来越多 那你每个月收到的这些众筹收益 我们这些租金的收益也会越来越多 OK 那这个众筹收益呢包含什么 包含你每个月的租金 我们每个月租金 你可以分得到嘛 对不对 那还有我们在全球投资的这些房产的增资 如果说我们哪一天卖掉 把这个房产我们其中的一些房产卖掉 那你也会得到这个百分比 OK 所以我们在全球房产的投资 或者像这个澳洲墨尔本的这个房产的投资 你一旦加入 就会从你加入的那一天开始算起嘛 那只要这个我们这些房产有增值 那你都可以参与这个增值的收益 OK 所以你越早加入 你通常这个赚的这个钱当然就越多嘛 你一旦加入那一天 我们就开始计算这个租金的收益 跟这个增值的收益 OK 那今天如果你加入我们的这个房产众筹 我们还会送你三套818的VIP 818的VIP一套是两千五美金嘛 那如果三套售价就是七千五美金 那为什么要送你三套呢 你可以自己保留一套 你如果还不是VIP你可以自己保留一套 你如果变成818的VIP 你赚钱会比其他会员都多很多倍快很多 OK 那另外两套可以怎么办呢 另外两套你可以送给家人朋友 或者说我会教你一个流程 你把另外两套卖出去 你学会这个流程 你立刻可以把这两套卖出去 那这两套卖出去 你立刻会赚五千美金 那这五千美金 就等于就是你投入 你投入我们的这个房产众筹最低的这个五千美金 OK 那所以呢 你得到这些赠品呢 你立刻可以开始每天 开始赚不少钱 然后呢 我会送你三套818的VIP 你自己保留一套 另外两套卖出去的话 你立刻又可以拿回五千美金 那这五千美金 你也可以考虑再投入 那你每个月的这个租金的收益 还有这个增值的收益 我们这个房产增值的收益 当然就会越多 OK 好 所以今天这个短片 我介绍了一个 目前大概是全球最新的一个模式 那这个模式呢 会让你立刻参与在全球各地的一些房产的收益 OK 那当然这些收益是可以永续收入的 因为我们会一直不断的 我们这个全球房产众筹 我们会一直不断的在全球找一些好的房产 然后投资报酬率高的房产 然后一直不断的购入 所以这些房产当然都可以一直不断的收租金 或者说如果我们 像我们买一些hotel的房间什么的 那也可以透过hotel来 来赚取这个这个收入 对不对 OK 所以那今天这个短片就是介绍这个众筹 我们88的这个澳洲摩尔本水井房产众筹 还有全球房产众筹 OK 那欢迎你的加入 那目前加入有这个特别的这个赠品 这个赠品可能随时就会停止送 所以你如果想要得到这些赠品 这个赠品 我今天送你的这个赠品 价值就将近一万美金嘛 所以欢迎你的加入 然后开始跟着我们开始在全球 透过不同的城市的房产 来建立你的永续的收入 OK 好 谢谢